基本上就每天下班 到了很晚之后 然后大家就来B站上来看那个金克拉 深年前可能 比如说在这种 志愿机领的顶级会议上 都没有中国人 做机会研发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大家好 我是林毅 这次呢我到上海 和星野海洛AI ABAB大模型背后的神秘大佬 minimax的创始人 严俊杰先生交流了一班 从个人发展 谈到行业形势 甚至还聊了聊人与AI的恋爱 话不多说 咱们进入正题 杨老师今天很荣幸 能跟您有机会交流一下 暖场阶段就问点轻松的问题 最近的黑神话这个游戏 您有了解吗 这个当然有了解 很早之前就有关注 但是看他们Demo就很酷 对 我觉得还是有个很本质的变化 就之前大家怀疑 中国公司能不能做出来3A 现在做出来了 做出来3A能不能山话成功 也成功了 然后能不能文化出海 然后也出海了 所以还是非常佩服这个团队 其实和咱们可能大模型创业 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像这游戏里头 有一个叫四妹的角色 可能让大家会念念不忘 比如说咱们不是有星野社区 我们有可能在星野上 然后见到四妹 我猜上面应该是有的 目前在星野上的话 肯定可以创建很多这样的人设 包括声音 包括一些形象 我们一个非常坚定的技术判断是说 再往后 如果模型能够支持无限长度的输入 和无限长度的输出 这样的话很多角色其实就会受到更加的丰满 但这里面的话需要很多这种持续的这种技术的放心 当然还要的话是说关于视觉这一部分 之前比如说在星野里面的话只有图片 但是我们怎么样能把它做成一个可以动的东西 动的东西的话有两套做法 一套做法的话是像游戏引擎对吧 游戏引擎的话是你把里面的每个人物 然后每个场景都先画好 然后再来渲染它 最近像视频生成这种技术其实做得非常的快 有可能也会变成一个游戏底层 这个视觉产品的一个趋势吧 总的来说的话我觉得现在可以做 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只能做到60分 那随着模型的这个无限长度的输入和输出 随着模型的这个基础能力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事肯定是能做到越来越深的 您会去用AI角色来寄托您的情感 或者说您怎么看就是和AI谈恋爱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 像喜业的话它是一个类似小说的这种体验 小说的话其实就是有一个幻想世界 你有些感情的角色 感情的人物感情的剧情可以带入进去 本质上是这么一件事 然后我觉得我们更多需要做的事 还是说把它的内容的多元化能够做得更好 然后把它的创作的深度能够变得更好 能够来发展出来更多的创意 我知道您也是技术出身 后来的话走上管理岗位 然后再后来自己出来创业 我们频道观众其实也都很有潜力 未来可能也要走向管理岗位 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有没有一些可能比较痛苦的 需要去进行的一些思维 观念上的转变 这个事还挺神奇的 其实好多年以前 参与第一次创业的时候 基本上就每天下班 到了很晚之后 然后大家就来B站上来看金克拉 您是老B站 对当时还没有ETP 只有一个web 其实B站上有很多这种知识 就在阿部署了 比如说像你们这个 然后有时候周末的时候 然后也会经常刷你们的视频 其实很多时候还挺有奇葩的 在我第一次管理之前 我当时从来没有觉得自己会来做管理 因为那个时候 自己的心里面的想法是说 做技术的人 应该就是一个人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突然间有一天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想做的事有时候会变得很难 一个人无论再怎么努力 然后都解决不好 比如说一个语言模型 他需要的事是说 我们需要有非常高质量的数据 然后我们有非常大的训练集群 然后有非常高效的训练算法和框架 这个事显然是没法靠一个人来完成的 它应该得是靠一个团队 但你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 不是说你想去来做管理 而是说你为了做成这件事 或者为了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你一定得跟很多人来合作 当很多人能够跟你一起来合作 做的事能够越来越具有挑战的时候 那自然就可以聚起来更多的人 然后能够一起来做 当初是您想的这个名字吗 选这个名字来作为公司的名称 有什么深意呢 就是继续注册的deadline 只有一个小时了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叫 然后就来翻书 正好翻到了一本不会论的书 然后里面就看到了这个名字 就是mainmax算法 它是很早之前是冯冬与曼提出来的 看到这个名字之后 基本上那一瞬间就决定要这个名字了 为什么呢 第一个的话是说 它首先这两个词都是数学的两个单词 其次的话是说mainmax 这两个东西是非常对称的对吧 一个非常短的名字里面 能够塑造一种这种冲突对立 其实还是非常符合中国的文化的 这个东西它相当于既数学 然后又大众 表示了一个普通人和技术的这样一个结合 对 所以说我们其实就当时就定了这么一个名字 一直延续到现在 您想要看到您团队带来的技术提升 是主要是哪些 通融智能虽然说这个梦想很美好 但是它太难了 也需要的其实不是一些5%甚至10%的提升 它真正需要的是这种数量级的提升 比如说错误率怎么样 降低几倍 降低一个数量级 所以这里面真正重要的事是说 不是说要找到一个点可以来提升 而是想为了实现这件事 有哪些方向是有可能会有数量级的变化 然后以数量级的变化 能不能带动整个领域有数量级的变化 有时候就需要来做选择 因为你做了这件事 意味着很多其他东西你就没有进去来做 你敢不敢来这样来做取舍 做技术研发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因为它需要很多很好的人才 需要很好的组织 需要一个持续创新的环境 并且这些创新还需要能够有正反馈 然后才能持续下去 如果稍微拉长周期来看的话 我觉得整个中国的进步速度还是算快的 10年或者20年之后 我们觉得会不会有中国的Google 会不会有中国的CBSX 会不会有中国的Opener 我觉得一定会出来的 您觉得在这样一个趋势下 人越来越多的把很多事情交给AI来做的话 以后会不会出现过度依赖AI 然后导致人丧失一定能力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这里面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 比如说在100年前至少看很多小说跟电影的时候是这样的 去四处里面其实是需要学算盘的 在当时认为这是基础的东西 必须得就汇的东西 但是现在可能没有人认为会学算盘是一个必须的东西 对吧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技术的发展 很多东西它会发生变化 这个事应该是不是一个基础能力 我猜这个东西它没法靠一家公司来回答 我觉得它就是不管你赞同它还是不赞同它 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变成的一个趋势 这还有一点是确定的 比如说用的好的人跟不用的人 那差距肯定是巨大的 不管是对一个人来说是这样 对一个组织来说是这样的 可能我猜对一个社会来说也是这样的 那其实看起来好像也可以说是一种能力的退化 但其实对我们社会上并没有一些负面的作用 反而是大家整体的效率变得更高了 AI工具可能也是这样的 对那你说比如说五年之后 如果有一家公司很多事情是靠AI来自动完成的 那另外一家公司说的事都靠人工来来完成 你说哪个公司的效率会更高的 对那您觉得现在人工智能技术 或者说大模型技术 是存在怎么样的一个技术上的问题 或者应用场景上的问题 导致它没有走进咱们普罗大众的生活 我觉得证明了一个底层的原因是 目前的这些大模型还是以文字为主 但是它在整个人类的限期占比里面其实很低的 比如举例子就比如说在B站上 大部分时候其实还是视频图文或者声音 其实文字的信息占比是比较低的 现在大模型就恰好只能在文字上做的 还是能够取得一些进展 但其他领域的进展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大的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要使用深度 使用深度是什么概念 比如说在海洛AI或者是豆包里面 你可以做的事情说回答一些这种简单的这样一些任务 比如说帮你写个请假条 但是一些更烦的事 比如说我们今天采访的问题列表 我相信这个事它一定不是AI做出来的对吧 这样一件事其实是要分很多部来做的 问题的话是说现在的模型的错误率太高了 比如说每部假设有80%的完成的概率 但是五部连在一起这个错误率就非常的高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导致AI的话 它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单部的任务 现在但是比如说这种需要依赖度完成的时候 现在完成的不好 所以说看起来它的深度是不太够的 那怎么样能够来实现这一点呢 就是说这个模型错率的下降 就是说这个模型错率越下降 它这个处理的多部任务其实越复杂 那这样的话它其实就可以越来越多的做一些更加深度的事 那就也期待在下一代模型上看到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好 谢谢袁老师 这回又一次聊到AI大模型的落地 袁老师提了一个很新颖的角度 就是信息形势这一关 现在回头想想的互联网的内容消费 经历了文字到图像再到视频的过程 而每一次进化都是既吸引了更多的人进入网络社区 又同时拉长了每位用户的平均使用时间 AI正在大踏步快进这条信息形势升级之路 从文字到图片再到视频 或许当这条路走完 AI向咱们日常生活的完全渗透 也会悄然而至 今天minimax的大模型已经占出了行业领先地位 在与GPT类似的MOE架构下 搭配线性注意力机制带来的训练效率提升 minimax在与用户共创智能的理念下 持续向用户的日常使用场景渗透 每天生成3万亿Token的文本 2000万张图片和7万小时的语音 但他们的目标显然不仅止于此 这次交流之后 在minimax Link大会现场 我也见到了严老师团队 在身体力行的推进这个信息形式的进化 当时我看到了海洛AI新推出的文字转视频能力 觉得效果很震撼 回来一看 这个能力居然已经免费开放了 相比起依然处在期货状态的SORA 海洛视频已经是打开浏览器 点击去就能用了 而且生成效果也并不逊色 真的很让人惊喜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 在大规现场我还体验了海洛音乐的文字转音乐功能 这个功能也同样已经向公众免费开放 我相信它也一定能像闫老师说的那样 让更多的朋友感受到AI技术的魅力与乐趣 最后就用我让AI现场创作的一首歌 作为这个视频的结尾 请大家欣赏AI作品《男人中的男人》 萨菲罗斯